在二次回歸的美丽新香港之下, 一切都改变得很快 我们就为这些充满殖民地色彩的名称去留一个记录 承接上一集, 今次我会继续讲殖民者的代理人 Hello 大家好, 我是Brian 今次皮毛小知识会和大家介绍以第21至28任港督明治命名的街道 和其他相关事物的名称 如果你是第一次接触我们的频道, 皮毛小知识主要是介绍由实用 甚至无用的冷知识或流行文化 如果有兴趣不妨订阅我们或加入会员, Let's Get Started 上集已经介绍过以第1至第20任港督明治黎明明的街道景物名称 如果未看的话可以按这里看, 然后再回来 在上次影片的结尾都有提过, 在第20任后就只有一任港督大轮子又纪念他的街道 不过其他港督虽然没有街道, 但因为时代的转变政府的服务现代化 以他或他夫人的名称来命名的其他建筑物或事物就变得越来越多 今次影片会先介绍实体的景物, 然后就是非物质化的事情 最后先讲纪念港督夫人的事物 第21任港督杨慕奇着士 作为二战时的总督并且曾经沦为战夫 但香港就没有任何地方建筑或机构以他命名 以第22任港督葛亮雄着士来命名的虽然没有街道, 但其他事物就很多 首先是位于港督区王竹坑在1957年成立的葛亮雄医院 旁边持有葛亮雄医院护士学校 在1951年成立的葛亮雄师范学院 他和上一集提过的罗富国教育学院和另外三间师范学院 在1994年合并成为香港教育学院 随后成立宿舍葛亮雄堂 葛亮雄校友会黄报学校 是葛亮雄教育学院后友会创办的五间小学之一 亦是这个会唯一一间仍然开办的学校 植物葛亮雄茶 是1955年由鱼龙处在大墓山首次发现的稀有茶花品种 以当时在任的港督葛亮雄来命名 但在中国里面这个植物的中文名叫做大包山茶 葛亮雄号灭火轮 由Channel早期的片介绍过的香港黄埔船奥在1953年所建造 到2002年退役 之后就被改建成以香港海上消防历史为主题的展览馆 从属于香港历史博物馆之下的分馆 现在就被放在侧如冲公园里面 由2007年开始对外开放 香港第一格的柴油火车 九广铁路的阿力山大爵士号 在1955年至1997年间服务 目前被摆放在香港铁路博物馆作永久展出 而非物质的就有1955年成立的葛亮雄奖学金 之下设有葛亮雄结出学生奖等多个不同范围的奖项 另外就还有纪念葛亮雄夫人的慕蓮夫人号 是葛亮雄在任期间扣置的政府船隻 除了是用来给官员视察尼岛之外 牧蓮夫人号还会由其他机场接载到部的 新任港督到皇后码头登案离身 船隻在1999年被政府拍卖 2011年在鸭利州船厂因为大火而严重损毁 以第23任港督帕立基着时来命名的 就有1967年成立的香港大学拍立基学院 是位于香港大学里面主要为访问学者而设的旅社 里面设有拍立基堂 在1960年成立的拍立基教育学院 后来同样被合庆成为香港教育学院 现在校园里面就设有宿舍拍立基堂 从中献生出来由拍立基教育学院校友会所开办的两间学校 屯门的拍立基教育学院校友会何秀基学校 葵冲的拍立基教育学院校友会劳光辉纪念学校 位于新蒲冈的拍立基普通科门诊诊所 里面设有拍立基母英健康院和拍立基美沙童诊所 而非物质的就有拍立基着时信托基金 在1961年创立专为教育而设 而纪念拍立基夫人的就有在北角街市旁边的拍立基夫人普通科门诊诊所 和拍立基夫人母英健康院 上帝一提由基督教女青年会经营位于何文田的酒店风景軒 在2014年改建之前同样以拍立基夫人的名字命名 叫做女青年会拍颜路斯宾馆 第二十四任港督大伦子着时就有连接东西九龙的主要干渡 情长渡 这个名字的由来就要先由大伦子的译名说起 伦子的意思可以是人得才智的言人 可以是子孙昌盛等的吉祥意思 源自诗经 在北京故宫就有一个伦子门 而伦子呈祥就是供学别人生子的贺词 出自古代的儿童读物又学勤隆 所以当时的官员就以呈祥配上伦子去为他作纪念 另外就有位于上环高阶的大伦子康复中心 非物质的就有大伦子着试看学基金 在1970年由于一位善长匿名捐出300万成立 为鼓励青少年善用余下而设 而纪念大伦子夫人的就有1973年成立 位于王大仙的特殊学校 香港红十字会马加烈大伦子学校 马加烈就是大伦子夫人的名 位于荃湾沙咀道的大伦子夫人分科诊疗所 和大伦子夫人美沙同诊所 还有社会福利处在湾仔的大伦子夫人训练中心 第25任港督麦里浩着试 以他明明的就有在湾仔的麦里浩牙科中心 位于博富临沙湾径的专科福康院麦里浩福康院 香港最早启用的长途远足径麦里浩径 全长100公里共分10段 横跨新界东至西 另外还有在1982年设立的麦里浩着试信托基金 专为用作促进香港居民福利而设 以麦里浩夫人来明明的就有 性工会麦里浩夫人中心 在葵冲、荃湾青衣的一系列不同范畴的服务 例如在石蔭的幼稚园 和而合道的托儿服务 其他的就还有社区中心、老人中心、科医务所 少数族裔服务等不能进络 最后就是大家小学的时候都有可能去过宿营 位于西贡的麦里浩夫人度假村 以第26任港督尤德着试来命名的 就有位于香港公园里面的尤德官了园 在新界六颈的尤德纪念亭 非密质的就有1987年成立的尤德着氏纪念基金 旨在鼓励并协助香港市民接受教育 和进行学术研究 还有由当中衍生出来 有接受过尤德着氏纪念基金的学者 在1991年组成的尤德学者协会 而纪念尤德夫人的就有在柴湾的 东区尤德夫人兰打素医院 位于观堂的尤德夫人分科诊所 和尤德夫人儿童体能智力测验中心 位于沙田的尤德夫人体能测验及学童牙科诊所 另外比较特别的就是 在1986年尤德在任期间访问北京的时候 因为心脏病离世 所以在中区的圣约汉座堂里面 就有一块由香港公务员所设立的尤德着氏纪念碑 另外还有一块在英国的坎特伯雷座堂里面 而尤德就是唯一一位在任来离世的港督 以第27任港督韦逆信男爵来命名的 就有远足径韦逆信径 在1996年启用全长78公里共分10段 由尺处去到南充由南到北冠专存香港 非物质的就有1992年成立的韦逆信分着文物信托基金 专为保存和保护香港的文物而设 为逆信分着联合世界书院奖学基金 专为就读香港利补装联合世界书院 和其他联合世界书院的学生提供奖学金 终于来到最后的第28任港督彭定康 被中方奉刺为千古罪人的末代香港总督 在主权而交之后 当然没有任何事物是为纪念他而命名 最后总括来说只有三位香港总督 完全没有任何道路、建筑、事物用他们的名字来命名 包括第11任的威廉·罗边慎 第21任的杨慕奇 以及第28任的末代港督彭定康 另外其实有不少和港督名相关的事物 近年因为不同的原因就已经被拆卸或者停止营运 这些在影片中大部分都没有提到 而在资料搜集的时候更加发现 某一些以港督夫人命名的建筑物 在刑办组织没有变、功能没有变和没有改建的情况下 但名字就无色无色地改了 例如有博富林的商建会麦里号夫人中心 但因为不能够完全地查证原因 所以就不逐一在这里说了 好了,28任港督彭定名的现存事物都已经全部介绍过 下次再选另一类充满殖民地色彩的街道名称历史和大家分享 今天的影片就来到这里 大家又有没有察觉到这些是为了纪念港督的名称呢? 或者资料上有什么补充都请在下面留言和大家分享 希望你喜欢这条影片 如果你觉得这条影片都OK 就请你按一下like share出去 订阅这个频道 同时按一下小钟 或者加入做会员 多谢你的收看 下次再为你带来另外的皮毛小知识 拜拜